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等下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9月25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昨天晚上9月24号 中国恒大在赶交所公告 他这个公告有点莫名其妙 怎么莫名其妙呢 他这么说的 他说鉴于附属公司恒大地产集团 正在被立案调查 集团目前情况无法满足新票据的发行资格 就是他新的票他发不了了 理由是什么呢 是恒大地产集团正在被立案调查 这个公告非常蹊跷 就是他没有说清楚 恒大地产集团为什么被立案调查 被哪个部门立案调查 我记得啊 中国恒大已经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了 大家回忆一下 这个中国恒大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但是说他下属公司恒大地产集团 莫名其妙的被立案调查 那我只能推测 跟那个恒大财富有关系 恐怕是被这个公安部门立案调查了 有刑事责任的 因为他公安部门从这个恒大财富 他要追踪这个资金的流向 那最终肯定是留到这个恒大地产集团了 然后你实际上是一个控制人 这个在金融行业里面叫自融啊 它是自融是违反这个监管规定的 看样子这个恒大成了这个证监会公安部 两部委督办大案 有这种可能啊 有这种潜力 这样的话 那恒大的所谓的债务重组 债务重整啊 可以说炮摊了 没有什么希望 很渺茫 很大的概率就是破产重整 也就是咱们以前老说的 恒大恐怕在不久的将来 要对它进行破产重整 这个公安机关介入 它就不是民事啊 它是刑事 刑事的话 你要用债务重组的这种模式 你是解决不了刑事的 就你不能两个民事主体之间 互相商量商量 然后你说刑则就没了 把刑则搁一边 没这一说啊 只能是破产重整 法院它有这个权利 因为你刑则最终也是到法院去 这个大家明白吧 所以靠债务重组就比较麻烦 当然了 咱们还得把概念搞清楚 就是中国恒大 它是在英属维尔金 还是哪儿成立的 它在香港上市 它又不归国内管 它下面控制国内的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 它估计是在广东注册的 在英属维尔金注册的 这个中国恒大 它恐怕是通过协议啊 控制恒大地产集团 就是所谓的BYI架构啊 协议控制 它不是股权直接控制 当然了 这个大家可以在那个 企查查上去查去 查那个中国恒大地产集团 它的股东 是不是这个香港的 中国恒大集团 有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 应该没有 那你说这个 中国恒大 恒大物业 恒大汽车 它是在香港上市的 它是印出 威尔金存导注册的 这么一些公司 然后通过协议控制 资产都在国内 通过协议控制 形式上看啊 这三家公司 这美元债的债券人 还是可以进行债务重组的 但那只是壳啊 有什么用啊 资产在国内 被国内这些人把持 控制住了 你搞那三个壳 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来说去 你这个债务重组啊 还是比较麻烦 基本上不靠谱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难兄难弟啊 融创 财富中文网啊 今天刊登一篇文章 叫闯过最难一关 孙鸿斌引来坦途 9月18日 融创中国发布公告称啊 境外债重组方案 获得债权人会议 高票通过 9月19日 融创中国依据 美国破产法第15章 向纽约南区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由于美元债受纽约法管辖 恒大集团8月也曾向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美国破产法第15章的规定 对于处理跨国公司的破产案非常重要 这使得外国企业可以获得如美国本土企业类似的破产保护 从而避免在债务五重组的关键阶段 受到债权人强制催债的影响 公告显示债权人对强制可转债展现出较高的认购意向 融创有望通过债转股削减 债务总额将超过45亿美元 若重组顺利完成 融创将成为头部房企中 首批通过境内外债务重组的企业之一 整体债务规模将大幅降低 孙红斌总算闯过最艰难的一关 获得了几年的缓冲时间 这不仅给楼市带来了信心 也写下了一个房企自救的经典样本 首先一个啊 这个他关于这个破产 在美国纽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啊 他这个解释跟咱们昨天解释是一样的 有很多自媒体啊 非要说这个恒大呀 融创啊 他们跑到美国去申请破产保护 是为了转移财产 这个我不是说 许老板和孙老板两个什么好人啊 我是说他这个时候就玩这个猫腻啊 已经晚了 他去纽约申请破产保护 我纯粹就是为了他这个叫美人债的重组 提供背书啊 提供一个保护 要不然你这边重组完 那边人家就又来告你 你白玩了 你这边一旦重组完 你把这个交到纽约法院 法院一认可 他就相当于有了法律效率 大家不就不能反悔了 再反悔你去纽约法院去告 反正你是告不赢 对吧 你跑到香港法院馆你也告不赢 因为这个恒大的这个叫什么 清盘聆讯就是在香港法院 那你说你还能去哪儿告 你要跑到内地来告 那你更告不赢 就很多人把它非要带节奏 带到这个转移财产 逃避债务 这样流量就好一点 高一点 看的人多一点 实际上不是啊 虽然这孙老板 许老板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呢 咱也不能冤枉 没必要 一码是一码呀 然后一个啊 这个文章很显然 是不是给荣创这个公关呢 对吧 这个他说啊 写下了一个房企自救的经典验本 说这话太早了 美人债重组成功 不代表什么 只是说明这些美人债的债券人 这三年五年的不来骚扰你 给你三年五年时间 你能慢慢来 他这个一般的债装股啊 他又还有很多前置条件的 就是你得达到条件 我才能装股 你要达不到条件 你还得债 你还得给我还 这个大家 我不看那个协议文本 我都知道 一定是这么签啊 谁这么傻 这个时候说 把我这一百亿 全部变成股了 你说谁那么傻 你说房地产的走势 谁不清楚啊 这个融创以后 还有什么发展前景吗 你拿他股票有什么用啊 现在这个全国性的房企 已经不需要这么多了 以后恐怕就没有全国性房企了 都是区域性的低头蛇 为什么叫低头蛇呢 因为他对当地了解 当地的这个政商关系 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 当地的这个需求 当地的银行 他更熟 他跟当地绑得更深 这叫低头蛇 为什么以前低头蛇不行呢 低头蛇都被这个恒大 比桂园融创打败了呢 因为以前资金监管没那么严 你摊子铺的越大 你越容易融到钱 然后你那个资金啊 利用效率就越高 因为你是什么 八个缸七个盖子 你就这么耍 正以为他耍断了 所以这个恒大呀 融创他在爆雷呀 这资金链断了吗 那你想想以后还能这么耍吗 他把地方住建筑把你的资金监管的死死的 你想挪一分走的难 那这么一看的话 你这优势就没有了 你跟一个地方的房企相比 你还比不让人家 人家好歹什么都说 你这个根本还水土不服呢 强龙不压地头蛇 所以说以后啊 就没有全国性房企的这个空间了 不需要这么一个全国性的房企 那你说融创还有什么空间呢 那你说这些摘旋人 为什么睁着眼睛 还往火坑里跳呢 所以他签的这个重组协议啊 一定是你达到什么条件 对吧 我就多少转正股 多少留债 你再达到什么条件 就整个的转正股 你就不用还了 你要达不到什么条件 你整个的把钱还了 而且这个利息还一分都不能少 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些条件 债务充足啊 我通俗的说一下 就是咱们简单的理解 这没有那么高升啊 就是你假如你是欠债的 你一堆债群人找你 你啥也没有了 就剩下自己还的能力 每天出去搬庄还能赚点钱 你房子也没了 要么被房间查封了 对吧 本来还有个网约车 也被查封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跟债群人来谈 叫债务充足 这让债群人呢 宽限宽限对吧 本来我欠你一百万 你这个我要让你答应我 对吧 我给你还三十万 你肯定不干了 对吧 债群人肯定不愿意啊 我凭什么三十万就行了 所以肯定是 这个一百万 我三年以后还给你 利息五年以后还行不行 不行的话 我就死给你看 反正就还了破产了 你要是同意的话 咱还是赚钱 给你慢慢还 大家还有希望 债务充足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不免你利息啊 然后那个本金呢 他一分都不少 他就是宽限 给你涨期 然后有的债群人呢 他觉得你这个人呢 还挺厉害的 开车比别人赚的多 那要不这样子吧 我入股吧 把我的债变成股 你赚的多 分的多啊 双方谈 这个债本身不会减少 也不会消灭 所以说 所谓的债务充足成功 就是把你延了半年三年 或者五年的 苟延残喘 这三年五年 你都玩命赚钱 现在把自己养活 不能倒下 后面三年一到 又得换钱 那你说 这个逻辑 你说这些房地产企业 他债务充足成功 又能怎么样呢 他这几年 他能把钱赚毁了吗 能还吗 他连还利息都困难 不过这个文章也说了 他说 关键在卖楼 就在松文斌 排除了后顾之忧之际 中国楼市 却仍然低迷 从八月底开始 中国多个城市 推出任房不认带的政策 这是继降首付 降利率 等楼市刺激政策出台后 官方最新推出的一项政策 八月三是广州 成为一线城市中 首个官宣执行 任房不认带的城市 9月1日 上海北京 同日官宣任房不认带 在笔者看来 经过多轮刺激政策 市场已经清晰无误的传递出 非降价不足以提振销量的信号 而其他政策均收效甚微 这个作者就认为 你其他政策都没用了 你除了降价 房子是卖不掉的 然后他说 对融创而言 目前最关键的就是 卖楼回 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是脱离困境的唯一办法 就是融创的生命线 无人接盘 远比割肉来得痛苦 然而在坚持 稳低价问房价的搭配形下 融创的自救之路 或许不会太顺畅 到最后了 说的还比较靠谱的 说了些实话 这个就是咱们天天念叨的 这韭菜不买房 你什么重组 什么花招都没用 你看最终还是要卖楼吗 你卖楼还不就指着韭菜去买吗 这个农媒大爷的金地集团 看样子又够呛了 金地集团近日表示 公司正如股东 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田投控 商讨 福田投控根据区域发展的需要 研究为金地在公开市场发行的 公司债券或中期票据 提供担保等增性措施 这什么意思呢 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肯定是归深圳市国资为管 应该是国资 那么它是金地集团的股东 金地集团肯定是没钱的 它发票据发公司债 你发公司债要有担保 它就让国资福田投控帮他担保 这就相当国企给你背书 给你收信 增性啊 为什么要国企他的股东给他增性呢 说明他自己都不行了 自己信誉不够了 自己他没有什么抵押物 没有东西拿来抵押来发债 先进流困难 向国资向大股东求救 可见啊 这些房企先进流都非常困难 日子都非常难过 网上有个图片说的是长沙的一家做建筑的企业 当然就是房地产行业了 这个企业要求员工都要填这个叫奋斗者申请书 要求自己的员工要成为奋斗者 这个奋斗者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意思就是员工向集团向善机申请 说我深刻理解公司所处行业 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 竞争激烈 安部就班的工作只能获得基本的劳动报酬 如果不努力工作不艰苦奋斗 就是一般劳动者就不能分享公司创造的价值 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我深刻理解奋斗者的回报是以责任和贡献来衡量的 而不是以工作时间长短来决定 我愿意与公司共同奋斗成长 共同承担公司经营风险 一起分享公司长期发展成果 我申请加入公司奋斗者阵营 自愿申请或接受公司指派到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的组织区域 你这种逼员工写奋斗者圣经书 这本身就不合法了 劳动法是不支持的 跟劳动法相违背 就好比我自愿放弃社保医疗 就无嫌一惊 那劳动法不支持 你放弃也放弃不了 第二个 这个他把股东和员工他搞反了 员工就是员工 股东就是股东 你怎么能让员工承担股东的责任呢 他不是说承担股东责任吗 他是让员工享受股东的权益 跟着公司一同发展 什么理解工作要努力嘛 艰苦奋斗嘛 然后你要是按部就班的工作 那只能拿一点死的劳动报酬 如果你要努力工作 要天天加班 然后这个要为公司创造价值 才能分享公司长期发展成果 还共同承担公司经营风险 这个都是写给股东看的 哪个打工者 打工的要承担经营风险 在你这干一天 你就得给一天工资 你就是倒闭了 破产了 也得优先付工资 这劳动者是排在股东前面的 谁跟你一起抗责人呢 如果有网友 你们单位让你签这网友 你也可以签 签了没用的 照样可以告他 这个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报道 说一些中国投资者 正在镜像出售海外房产 原因是中国经济复苏坎坷 国内房地产危机持续 家庭财富增长方法 曾在2017年至2018年为中国买家在泰国购买公寓的广东房产经纪人目前正在帮200多个中国中产家庭卖掉他们在泰国的房产 这个经纪人说找到新的买家并不容易 在他帮忙卖出的200多套公寓中 今年3月至今只有6套卖给了中国的新买家 自2010年中期开始 泰国越南马来西亚 日本的公寓成为热门投资 吸引渴望海外投资的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中产阶级购置 但这些项目正面临亏损 此外进入日本市场的中国房地产投资者也面临挑战 一家调查日本市场的咨询机构工作人员称 投资日本房产经纪民宿的人正在承受损失 因为中国的油还没回来 此经纪人还透露 在泰国买房的许多是来自中国二线城市的普通中产阶级家庭 从此旅游出口和服务业 疫情以来他们收入大幅下降 国内房产的市值也下降 说的什么意思呢 确实有很多中国人中产 有点钱 然后他跑到泰国越南 马来西亚 日本去买房 投资 有人是跑到泰国买了房 然后就住了 他就住在泰国 这个另当别论 就自己买房自己住了 有的是纯粹买了投资的 买了出租 或者买了之后 等着他涨价了再卖掉 或者说买了之后放了 等他老了再去泰国养老 有很多这么安排 但是呢 奈何啊 国内的经济不好 他们在国内空洪啊 现金流遇到问题 只好啊 把海外的这房子卖掉 保国内 但是现在这些房子也不好卖 实际上这个形式上看啊 是对的 就是分散投资 对吧 我不能把所有的鸡蛋 都搁在国内 我把一些资产放在泰国 把一些资产放在日本 放在马来西亚等等 这个逻辑上都是对的啊 但实际上呢 真正操作起来 非常麻烦 我以前说过啊 就是很多人老问理财理财 你如果没有500万 就不要谈理财 也没有什么意思 你把那个精力 放在那个理财上面 如果你就有30万存款 或者手上30万 你天天琢磨着 这30万怎么多赚钱 你把精力放在这儿 你那30万你怎么赚 你能赚多少 就是10%的回报 一年也只有3万 对吧 你把这精力放在你 擅长的地方 那你一年赚的可能不止3万 你放在这个理财上面 这3万风险还挺大 因为高收益高风险 这是必然的 如果你在你熟悉的领域 深耕 把这精力放在熟悉的领域 你说不定获得的啊 远远不止3万 就是你钱不够 是吧 不到一定的量级 你把心思放在理财上 纯粹是浪财 管你还焦虑啊 脑细胞的死多少啊 稍微有个风吹草动 你也睡不着了 何苦呢 但是你说我钱够多啊 对吧 我值得努力啊 我这使用1000万 多一个点 就多赚10万 这个另单别论 房子也一样 你说我跑日本买一套房 你说我又不去日本住 那你说多焦虑 那一套房咋弄呢 怎么打理啊 你说我在日本买10套房 那还可以 或者买一栋楼 对吧 那是另单别论 你就买一套 你就来回到日本跑一趟 或者你在泰国买一套 你出租 有点事情你都没办法去打理 没办法去管 你最后拖这个朋友 拖那个朋友 帮你把那房子看看 能不能租出去 去打理打理 看看是不是老鼠跑进去了 是不是蛇进去了 是不是里面都已经长毛了草了 你这不是找事吗 最后一卖还赔了 这都是头脑一热 跟风 你说我也在泰国买五套房 这也靠 就专门出租 或者专门干民宿 那就是不是投资 那就是在那经营了 性质都不一样了 说到这个投资 咱们再看看 这个前海开源基金 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他说 有钱人买房 并不是为了炒房 现在离全面房开 限购现代已经不远 他是在这个凤凰湾 什么财经论坛 2023这个论坛上说的 大家看他是怎么讲的 您刚刚提到市场 正在等待房地产 更大的政策的出台 我们现在基金经理 在评估房地产板块 基本面方面 大家是否有一个重新的评估呢 中央政局会议 提出要认清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新形势 阴诚实测 适时制度调整房地产投资政策 这个口径和之前相比 已经表明对房地产送网了 那么这段时间出台的送网政策 起到了一点点的效果 它只是满足了一部分改善性质房的需求 那对于很多居民的配置需求没有满足 就是说房子它作为一个商品 那么有些有钱人是把当作资产来配置的 而只有有钱人把房子买下来 然后放到租房市场 那买不起房的人才有房子可以租 并且在一线城市租房的租金收益比不到2% 像深圳人都不到1% 实际上就是这些有钱人买了房之后 把它租给买不起房的人 实际上是一种补贴 不信你可以算一下 就是你自己买房 每个月还的银行利息 远远大于你的租金 就是说在很多城市 其实租房比买房要划算的多 所以如果说能够放开房地产的现贡现贷 要让这些有钱人可以多买房 买了房之后把它租出去 实际上也是贯彻房租不少 这些有钱人买房 并不是为了炒房 它其实是资产配置 就像你买股票一样 那普通人买股票可能就买个 几十万几万 但是对于有钱人来说 他买几个亿可能在他家庭资产配置里面 也就是10% 所以就是说不同的家庭 在资产配置上 它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不能简单粗暴的认为 一个家庭买两套以上的房子就是炒房 炒房什么定义呢 它是一赚短差价 为主短期持有 而且通过银行贷款加购买 那这样的才叫炒房 如果是资产配置 比如说全款买的 即使超过两套 依长期持有为目的 依出租为目的 其实不是炒房 我觉得是一种资产配置 这一点我觉得是抓观念上的转变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现在利益全面放开 现龙现在已经不远了 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市场化 让房地产市场流动起来 让开发商可以想办法自救 回笼资金 避免破产 我觉得这是后面可以期待的 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大招 我觉得杨德龙这个观点 讲得非常好 恐怕有万有还记得 我以前一直就是观点 我是怎么说的呢 我说你有1000万现金 怎么办 对吧 你没有1000万现金 就不要想这件事 跟你的没关系 你有1000万现金 你当务之急 就是资产配置 你把1000万传存银行 还是把1000万去买理财 还是说一部分存银行 一部分买理财 一部分炒股 还是说我拿1000万去给人做生意 我是建议拿1000万 到北京上海一线城市 好的地段买套房 你看看杨德龙是不是这观点 就是资产配置 你这套房 你出租那个收益 恐怕比银行利息相比还差点 但是作为资产来说 它保值啊 比那个其他的投资方式 恐怕更保值 就它也可能会跌 你买了北京的房子 核心区域的 也可能会跌 谁这个谁也说不好 但是你说北京的核心地段的房子下跌 你其他的资产价格能不跌吗 你上海核心地段的房价 如果跌了50% 你说其他的资产 那不就跌成渣渣了吗 不跌是吗 所以说从资产配置来说 你要有一千万 你就到核心城市 核心区域买房 这是最好的 目前最靠 但是那个杨德龙也说了啊 你自己加杠杆买那另外有事 你看跟我说的一个道理 你加杠杆那叫炒房 对吧 那叫赌 我这一千万是说 我挣了一千万没地方放 怎么办 有人老说你润 把这一千万润到国外去 那是另外一回事 咱们说的是没打算润的 毕竟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润的 润的永远是一小部分人 最后我们再看啊 根据中防网对人民法院公告网统计的数据显示 以房地产为关键词检索 并剔除了重复分发企业 即非房地产企业的名单统计和发现 截至8月31日年内约有150家房企发布了相关破产文书 破产房企主要以小微房企为主 且更多的是位于三四线城市 经营及项目覆盖范围不大 分省日来看 浙江以31家位列破产房企数量数位 占全部破产房企的21% 其次是广东 破产房企数量为20家 湖南、新疆和陕西分别位列第三到第五位 破产房企数量分别为16家、13家和9家 这五个省份的破产房企数量 占年内破产房企总量的60% 2022年同期是192家破产 2021年同期是250家破产 破产的房企年年都有越来越多 当然现在显得破产的家数少了 那是因为大部分都破掉了 当然是越来越少 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房企的现状 我们天天盯着是恒大、碧桂园、融创这些巨无霸 实际那些小的房企早就已经倒了一片了 破产了、清算了 咱们都关注不到 因为它们都在三四线城市、四五线城市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或者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